谢贤出生那刻起,或许命运就已经将他为这个家庭要担的责任安排好了。 谢家的重担就像一块大石,静静地压在谢贤的肩头,人们似乎都觉得,男孩子养家是理所当然的事,当事人也绝对不能抱怨苦。 从小时候起,谢贤便知道赚钱的重要,祖辈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资产,他只能靠自己白手打拼。 谢贤觉得赚钱比读书重要,这是上一代人给他的启示,这种务实的性格让他在事业上步步高升。 后来谢贤进入娱乐圈,从配角到人人熟知的大明星,除了他演过的经典,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几段情史。 谢贤自己也曾经总结,我只有两个妻子,五个女人。 嘉玲,嘉玲是六十年代云云女星中最具明星气质的一位,其成熟,闲静的韵味,至今仍然无人能及。 她与谢贤合作最多,两人荧幕情侣的形象也为人津津乐道。 嘉玲和谢贤加入光益的时间差不多,两个人又经常在一起拍戏,他们的感情便在一点一滴的相处中滋长蔓延。 嘉玲长得舒展大气,她的额头宽阔,眉眼俊美,眼形厚重饱满,并且她没有一点忧郁的气质,她的美是闲静优雅的。 那时谢贤十七岁,和嘉玲的交往,便是她生命中的第一段恋情,俊男靓女。 两人经常在一起练习,天长地久,彼此都动了心,开始了十六年的爱情长跑。 1960年,谢贤出演了最早版本的《神雕侠侣》里的杨过,让她名气大增,片约越来越多,经常参加各种聚会和应酬。 等她十多年的嘉玲,眼巴巴地盼望她娶自己,可谢贤总是避重就轻,不肯痛快答应。 女人的青春是耗不起的,伤心欲绝的嘉玲最终选择远嫁泰国。 萧芳芳,谢贤当年见到萧芳芳第一眼就爱上她了,因为不管是气质还是内涵,她都是无比的迷人。 在谢贤的真诚追求下,萧芳芳彻底坠入了爱河。 两人在一起有过甜蜜和美好,但结果却满是遗憾。 萧芳芳是一个安静、文艺又有思想内涵的女人,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是如此。 可风流倜傥的谢贤和她完全是两种人,所以在一起后,两人渐渐没了话题和激情。 直到有一天,萧芳芳希望谢贤多读书来充实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 结果谢贤回了一句话,直接让萧芳芳失望到了极点。 她说,书还是你来读,我还是享受人生吧。 至此,萧芳芳便主动和谢贤分了手,因为她觉得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 多年后,谢贤依然觉得萧芳芳是一个好女人。 同谢贤分手后,萧芳芳没过多久便独自一人去了美国留学,开启了新的生活。 此前有网友晒出了萧芳芳的近照,照片中70多岁的萧芳芳已经头发花白,但仍保持高贵的气质,如今生活幸福美满,令人羡慕。 珍珍,回想当年,珍珍作为第一代穷瑶女郎,曾是顶流女星,颜值超高,还拿过影后,喜欢她的人非常多。 谢贤也拜倒在她的十六群下,两人有过短短两年婚姻。 1978年,离婚后的珍珍最终还是转身嫁给了刘家昌,并且生下儿子张立衡。 可谁都没想到,本以为嫁给刘家昌便会被宠爱一辈子的珍珍,最后换来的也是悲惨结局。 与刘家昌结婚后,珍珍便很少拍戏,开始渐渐隐退。 这么多年来,一直低调的两人给外界传递的信息一直是平淡恩爱,携手到老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2015年,刘家昌突然将珍珍告上了法庭,申请离婚,瞬间让人迷惑不解。 面对刘家昌的申请离婚,珍珍直接回应说,我们28年前就已经离婚了。 这样算一下时间,两人应该是1987年离婚的,也就是儿子刘子千一岁左右的时候。 面对刘家昌的指责,珍珍也开始发文回击她,两人彻底由爱生恨。 珍珍还直接将儿子改名为张力恒。 后来珍珍出书时,谢贤为她站台支持,当众说了一句我永远爱她,引发复合猜测。 珍珍上鲁玉有约一日行时,坦言谢贤是自己的初恋,表示如果能重来,她不会离婚。 这段过去的感情十分美好,但珍珍只是把它当作回忆,仍继续与儿子张力恒相依为命,努力生活。 迪波拉 年轻时的迪波拉身材曼妙,舞姿优雅,她拥有一双深邃妩媚的眼睛,谁和她对视都会被勾出魂魄,迷惑得六神无主。 就连当年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谢贤都没有逃脱,对迪波拉开启了猛烈的攻势。 起初迪波拉的朋友一直劝阻,认为谢贤做情人一定可以获得满分,但是做丈夫那连及格线都到不了。 迪波拉也认为言之有理,一直对谢贤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。 可作为情场老手的谢贤怎会轻易放弃? 她每天早上会死皮赖脸地带着早饭去迪波拉家楼下等着送她上班。 剧组完工后也会开着豪车死缠烂打地约她一起吃饭。 渐渐地,迪波拉被谢贤执着狂热的追求捕获了芳心,那时迪波拉还有一个外籍男友,但她最终依然决定抛弃现任,与谢贤走入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两人生下儿子谢霆锋,女儿谢霆霆,不过这段婚姻最终也只维持了16年。 婚后,迪波拉对丈夫的占有欲越来越明显。 她不允许谢贤用车子在其他女人,也不允许谢贤出去和女性朋友们私混。 奈何谢贤骨子里是一个浪子,她忍受不了自由被禁锢。 于是慢慢地,谢贤和迪波拉的关系开始破裂,但他们却迟迟没有离婚。 没有立即离婚的原因也很简单,一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新的恋人,二是为了孩子选择妥协忍让。 于是,谢贤和迪波拉纠缠了16年,直到1995年,两人才决定正式离婚。 他们离婚的根本原因是没了爱,直接原因是迪波拉在飞机上遇到了心动对象江耀成。 离婚后,迪波拉开始和心动对象江耀成恋爱。 江耀成是一名航空机师,同迪波拉一样,江耀成也有一段失败的婚姻。 兴许是二婚夫妻都很会经营关系,迪波拉和江耀成在相处时非常融洽,这种融洽体现在两人相处时几乎不吵架。 最终,在相恋五年后,他们在2000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只是没人能想到离婚多年后,谢贤和迪波拉再见时竟然成了闺蜜。 与很多明星夫妻离婚后互私,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不同。 迪波拉和谢贤离婚后,两人找到了比婚姻更合适的相处方式,那便是闺蜜关系。 与江耀成结婚后,迪波拉还会时不时地和谢贤相聚。 每次相聚时,两人都会拥抱贴面。 Coco,2017年,82岁的谢贤跟33岁的女友提出分手,女友说想结婚。 谢贤却给了2000万分手费,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。 故事还得从2005年说起,当时69岁的谢贤在一家酒吧遇到了20岁的上海姑娘Coco。 那时这段相差49岁的爷孙恋震惊娱乐圈,许多人认为Coco是为了钱,但令人惊讶的是,两人的感情居然持续了12年。 当时Coco想去国外留学,但是到了国外之后,经济能力确实不怎么样。 谢贤十分大方,不但帮她租到豪华房子,还资助了她。 虽然年龄差了49岁,可是Coco觉得谢贤就是正人君子,而且风度翩翩,在她的陪伴下,她简直成为了一个小公主。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,谢贤都会为她安排得妥妥的,真的是十分用心。 交往期间,谢贤证实自己饱到未老,依然有魅力,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圈内外看好,中间两人甚至一度传出分手。 但老夫少妻依然恩爱,让之前看热闹的人都彻底闭嘴。 后来12年过去了,雅仁还是恩爱如初。 可是谢贤还是在这时选择了分手,和平分手,谢贤提出过几次,可是女友都不答应。 到了2018年,两人终于分道扬镳了,因为谢贤当时都82岁了,她说自己一只脚已经伸进了土地里,不能再耽误女友Coco了。 但是谢贤表示,以后遇到了什么困难,都可以来找我,并且分手时还支付了2000万港币,当作是给Coco的补贴。 而分手后,谢贤和她依然是好朋友,两人还会见面,平常Coco则在上海悠闲度日,时不时与好友逛街,喝咖啡。 已经30多岁的她活成了自己20岁时拼命想要的样子。 12年,是Coco生命的三分之一,她把这段时间都给了那个宠爱自己的潇洒男人,自己也独占了她12年的爱和保护,付出和得到一样沉甸甸。 与这些相比,那2000万实在不值一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